本期内容我们来说高校编码的秘诀 我自己有一段比较凡尔赛的经历 熟悉我的同学应该在我的短视频账号里看到过一段视频 里面讲的是我如何在一门满分100分的考试里取得了102分 这段经历是这样的 在美国读研的时候 我曾在一门学科里拿到了期中考试和期末两次满分 但因为其他同学的平均分不够60分 所以老师给所有人都加了两分 于是就有了我102分的成绩 真正凡尔赛的部分在于 这门学科我并没有花特别多的时间来复习 只在考前突击了两周 当我复盘这次考试 为什么可以在短时间取得很好的成绩时 我的结论是我刚好运用了主动学 因为这门学科比较难 所以在考前突击的那两周 我跟其他两位中国同学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 每天在自习室一起做题互相探讨 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我学得稍微好一些 就会充当老师的角色 给另外两个同学讲解题思路 我发现自己讲着讲着 原本没想明白的知识点突然明白了 而且讲过的题印象非常深刻 这种向外输出的主动学习 让我对知识点有了全新的认识 也就有了我后续的优异成绩 基于这段研究生的经历 我研究了一系列关于主动学习的论文报告 发现了一组来自美国的科研数据 展示两周之后 不同的学习方法的记忆留存度 这张学习金字塔图 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后来的学习方法 我也会将这张图放在评论区 来供大家参考 在这张图里 学习效果较差的 是我们常用的听讲 阅读 试听 也就是被动学习 无论是听课还是阅读 我们都是在被动的进行知识输入 而且这是我们在初高中 甚至大学学习时 所占比例最多的部分 但从演示开始 记忆留存就有了大幅提升 其中奥秘就在于 从被动学习切换到了主动学习 我在美国读研的时候发现 美国的课堂非常鼓励 小组讨论和进行演示 老师在一堂课里 传授知识点的时间 一般也就占70%到80% 剩下的课堂时间 就会让大家小组讨论 我读过的一门市场营销课程 甚至要我们 以小组为单位模拟创业 在通过模拟软件 制定定价策略 制定推广路径 跟其他小组 进行市场竞争的过程中 我们成功地 从被动学习切换到主动学习 对枯燥的知识 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虽然我们目前 很难有机会进行 长时间的小组讨论 或者课堂展示 但没有条件 可以创造条件 接下来我会跟你分享 三种有效的主动学习方法 让你在课堂上 甚至自己一个人时 都能够做到主动学习 那究竟该怎么做呢 下一集我们截止聊 本集已播讲完毕 如果您想继续深入学习 可以点击本页面 左下角店铺 购买正版纸质书 右下角的点赞评论分享 也是对志愿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